Hello,大家好,我是小婷 昨天我们去赶集 然后我妈的一个朋友就给她介绍说 有一头母猪要卖 然后呢,我妈就心动了 我们昨天商量了一个晚上 然后还打电话给我爸确认了 就是因为他这个母猪是带了 一个母猪带了七个仔 然后花八千多块钱 八千三百块钱啊 然后我们商量的觉得 还是可以的 还是比对比了之前 我们去看的那个猪要划算一些 之前买一头母猪都要四千块 而且还是一百多斤 还要再养几个人 是吧 所以说我们决定还是要买了 而且他那个特别的抢手 他今天就打电话给我说 我们不要的话 就要卖给别人了 所以我们匆忙的就给他定下了 大家看一下这个母猪嘛 照片在这里哦 是他的母猪 然后这是他的几个仔 你看 有点像野猪都是黑色的 都黑色的猪 但是他母猪也是黑色的 这个猪的话 小猪仔才出生了十来天 然后他现在是因为特殊原因要卖掉 没有时间照顾了 因为我们商量着不放养这场养 毕竟这个风险挺大的 然后就决定在家里面 在家里面找个亲个地方出来 暂时放着 因为我们家没有住卷 临时修住卷 所以我们准备把那间杂物房清理一下 先去清杂物房去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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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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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